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每周一讲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化石 化石是古生物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生物必须具有坚硬的部分 例如贝壳、骨头、牙齿等等才能形成化石 化石也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恐龙蛋 你知道吗?不仅仅只有动物能变成化石 植物也可以 例如根、茎、叶、种子、果实 我们可以从化石中看到古代动物、植物的样子 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可以推断出古代动物、植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环境 我们刚刚学习了那么多关于化石的知识 现在让我们来做几道小测验吧 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课论 第一题 化石是怎么形成的 第一题 第二题 哪些东西可以形成化石 请举两个例子 第二题 何可以形成化石 请举两个例子 第三题 通过研究化石 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 第三题 什么可以学习从化石 好了 现在该由你来讲讲了 OK 现在是你节目 如果可以回到恐龙时代 你想去哪里看看呢 你想在那里生活吗? If you can go back to the age of dinosaurs,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go? Do you want to live there?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能喜欢,我们下周再见